一、鲁迅说,在乎你的人,你咳了一下他以为你感冒了,不在乎你的人,你死了他以为你睡着了,二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,它使你以为那是安己,是休息,是福气,但实际上他所给你的是无聊,是倦怠,是消沉,他剥夺你对坚图的希望,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,使你心胸日渐狭窄, 对人生也越来越怀疑,三、当你觉得一个人孤独的时候,就打开电脑放一部鬼片,一会你就会觉得厕所有人,厨房有人,房间也有人,四、我是越看越好看,每一次量体重,轻了就对自己说,瘦了,重了就对自己说,胸部大了,五、曾经认为女孩子善良就好了,直到有一天看到香奈儿的一句话, 一味的标榜内在而故事外在,那也是一种肤浅,女孩子,应该看起来是优雅的,闻起来是香的,摸起来是滑的,希望你六十岁走在大街上,还有小流氓向你吹口哨,然后挥动你优雅的玉手告诉他,臭小子我是你奶奶,六、你越不理我,我就越给你发消息, 不是因为你不理我,而是我和自己过不去 七、神懒,毁了你的身材,心懒,毁了你的梦想 八、非让现实给你一巴掌,你才知道社会有多虚伪,非让所谓的朋友把你伤的什么都不是,你才知道人心可畏 九、新的一天,我正式宣布,我脱单了,开始穿两件,一件真的太冷了 十、人一讲到钱,看起来就不那么浪漫了,无论是多少钱还是我没钱,简简单单几个字,看起来都有种被生活风沙裹鞋的酸涩感 可惜我们都长大了,总要跟钱打交道的,没办法一辈子说,爱我吗,有多爱 十一,我对两类人不说话,一,我特喜欢的人,因为我会头脑空白,不知说什么好 二,不感兴趣的人,因为没兴趣,懒得说 十二,真的改变了一个人,之前我们单纯的聊天,而现在你一招我就害羞,不是叫我投票 十三,就是让我赶发朋友圈,不是叫我关注,就是让我扫二维码,不是叫我,再不然就是让我发红包 现在又渴吗,天天让我砍一刀,我都快让你知识懵逼了,你咋就不找我吃顿饭吗 十三,越是优秀的人越是不合群,猛兽偏爱独行,牛羊总是成群 十四,把价钱,老公让我把衣服整理下,我对着我三大筷子衣服正愁 侄子出主意,姑姑,你傻啊,你把衣服都捐出去,再买新的 多省事,爱马,好主意,我刚要夸侄子机智,就见老公拿出一百块,叫侄子走了 十五,闺妮二十七了还没男朋友,她自己着急,我也替她着急,所以我不管去哪都会想着她 帮她要男生的电话号码,昨天闺妮告诉我,不让我给她介绍男朋友了 因为我介绍的都是卖章鱼小丸子的,卖拉面的,卖奶茶的,卖花甲的,卖鱿鱼的,卖臭豆腐的 十六,男人都是孩子,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长大,女人都想当孩子,最擅长的角色却是妈妈 十七,两人分手后多年,在一个城市不期而遇 男,你好吗?女,好,男,她好吗?女,好,女的问,你好吗?男的回答,好,女,她好吗?男,她刚告诉我她很好 十八,有两种人本应该最值得珍惜 一种是能控制好情绪的女生,一种是有耐心哄你的男生 然而现实中,这两种人最容易被辜负 十九,心眼,这东西,如果你想多了,就是小心眼,想少了,就是缺心眼 一直想呢,就是死心眼,不想呢,那就是没心眼了 二十,脱下鞋子走路,才知地面温度,摘下面具做人,方觉人间温暖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